喂 您好 我是柳品薇 欢迎您教会这一节民事夜市新闻 先来看要代表民众党选新竹市长的高宏安 最近因为歧视学历一番言论 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那么在晚间有最新的画面 他在傍晚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基层座谈会 那么就有网红刻意到现场去发包子 他说因为高宏安现在要选市长了 是不是应该要辞去不分区立委呢 一天不辞的话 他就发十颗包子 最近争议不断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 参加基层座谈会 他相信半斤已经拉票 不过竟然有人找他一步 先到现场发起包子 来来来 吃包子吃包子 包子一个又一个地递出去 网红英地大地 买了56克热腾腾包子免费送民众 因为他之前抢高宏安 从8月17号开始 他一天不辞不分区立委 一天就会免费请10个包子要来消遣他 民众党之前在骂说 2019年的时候说 那个代职参选很可耻 那结果现在他们都 不分区立委每一个都在代职参选 那这种事情 虽然我也不觉得代职参选 一定是错的 但是他们就不要双重标准 那自己要骂这件事情 那就自己应该要做出一个示范 就是不满民众党 曾经说过计身国会的问题 所以才要高宏安辞去立委职务 目前包子累计380个 他原本打算趁高宏安 到中华大学演讲时发放 没想到因为学历风波延期 而高宏安本人则是在台上 为自己打抱不平 最近可能在电视上都一直不停的看到 高宏安的脸就现在电视上 很多的一些争议 来自于选举中的攻击 我们不要让有心想要从政的人 来自产业专业的人士 结果在选举里面 一张白纸被抹成黑的 一个泥巴丢来丢去 战学立风波爆发后 从网络民调可以看到 高宏安负面声量在开记者会 澄清当天暴涨 甚至是正面声量的三倍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批评攻击者的 恶霸性轻说也引发争议 大家也知道他常常是有话说话 心直口快 所以他在非常痛恨这样的行为之下 才会做出这样的发言 高宏安替自家党主席缓家 所相信选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但他连日来的誓言风波恐怕还没平息 民事新闻黄兆康新主报道 高宏安这一次占学历的这个争议 现在是持续的扩大 那么尤其他是连续两天点名了 中华大学世界高中 被质疑根本就是在歧视学历 那么在今天高宏安他 宪政立法院 当然所有的媒体就赌上去了 那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只说确实原定要去中华大学 这一场演讲 现在是已经取消了 但面对其他的议题 他都不愿多谈 甚至上车的时候还拿出手机 反拍媒体场面一度火爆 历运新会期开议 表决领响才见高宏安低调现身签到 媒体关注的还是论文抄袭风波 不好意思我们要表决了 为什么那个中华大学最后没有 还是没有去参加演讲 我们已经有写声明了 就是考量说其实他们学生会 也承受蛮大压力的 所以我们就取消了 世界高中是不是有点不满 还有打电话便利 世界高中其实是我们 我们小师兄那边不能进去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因为校方说你们不要再牵扯到他们学校了 谢谢啊 高宏安不愿多讲 就怕发言又开花 即使媒体守候到他要离场 依然习自如今 不好意思 我也要不要讲一下话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讲话 这个世界会不会全部影响到选情了 我也想问一下 那个警察会都没有提到老师啦 有被质疑说好像配成 好像有点危险 我刚刚拉的吗 很危险耶 为了让高宏安顺利离场 幕僚拉了媒体 让场面火爆 坐在车内的高宏安不说话 反倒拿起手机 反拍媒体 要刚刚拉的吗 危险耶 对对对对 你先请 你能不能找到 今天早上 你确实看到他来立法院 他满低调的 那本来我们也想说 那他是不是想要让这个风波过去 没有想到 他离开议场的时候 他还反拍媒体 这个是我觉得 我认为 他完全就没有打算要道歉 为什么你知道 他反拍到底什么意思 对他反拍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要记录记者或者是要记者晋升吗 对着媒体不说 前一晚到选区里民说明会 也对论文风波 知识未提 网红英地大帝 以高宏安取暖冻伤来形容 现场只有30人 高宏安讲了8分钟左右就结束 喊口号很少人跟着喊 场面提早进入冬天 而且高宏安讲话 内容空洞至极 委员 我们站完中华又要站世界 这个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今天没有接受采访 谢谢 委员要不要说一下 不要只会提问 而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政治人物面对自己的一言一行 其实都应该接受公平与考验 那不需要再去做裹长 尽管高宏安必达 但论文抄袭风暴的暴风圈 却是持续扩大 一时半刻还难以落幕 民事新闻最后报道 有关占学历的事件 当然后续很多的议题持续发酵 包括说其实最近是有很多的 民众党议员选将 特别在脸书上 po出了跟高宏安的合照 要来表达力挺 但是现在其中有一篇文 被网友发现说 竟然是高宏安自己出资 下广告挺自己 那么另外新作专家唐启阳 在昨天其实也在脸书 发了一篇文 就谈这个学历的事件 虽然说整个文章当中 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就莫名有高宏安的支持者 跑去留言炮轰 拿出民进党团 新闻资测会的公文 民众党立委痛批 怎么能以国家机器 要求资测会提供 高宏安任职期间的 业务执行概况和相关资料 特总招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这些彻翼 这些彻翼不理性的行动 但是你是身为一个 民进党的一个总招 你居然去做这些 用国家的机器来做这样的事情 民进党所采取的策略 就是一个打泥巴战 知识会那一天 做高安的 今天没有亲钱的问题 他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我们也要了解 高安在知识会工作 大概如此而已 可建民解释 高宏安被质疑 拿自策会研究 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自策会第一时间回应 没有侵犯智慧财产权 党团认为 有疑虑才会所资 民众的捍卫自家人 党内议员参选人 李一成脸书 也PO出和高宏安的合照 慰问辛苦 却被网友发现 是高宏安出资 买广告挺自己 留言猛酸 所以台大第一名毕业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这篇是由谁付钱 下广告的吗 了不起付钱 甚至有高宏安的支持者 出征国师唐启阳 唐启阳脸书 对最近的学历事件 有感而发 他自问该尊敬一个人 很会念书 很会考试 还是人格高尚 这世界就是会有人 觉得只要学历好 就可以用鼻孔看人 却遭到网友批评 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连国师都是非不分了吗 你是公众人物 也被这样带风向 我认真觉得台湾快完蛋了 唐启阳从来不设政治 他也绝对不是民进党的捍卫者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特别出来讲公道话 就是读书不是看你的学历 马上你不是骂人家塔利班吗 现在你的捍卫者叫做红卫兵 马上出来干咬唐启阳 王瑞德大酸 红卫兵群其洗白的行为 只会造成反效果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我们看完美了 我们看完美了